成岸年载就可以获得四倍快乐哟 各路豪杰在S14赛季群雄逐鹿 许多英雄都凭借着各自的本领 荣获了真正的殊荣 作为峡谷新面孔 我们的鹿林小瑶也想混一个想念的名头 如果说明世影可以称为英雄的第七件神装的话 那么瑶算作第八件也应该不过分 但是本期是关于瑶的节目 要是我只告诉你选了瑶之后 抱个大腿就能上分 那也太不靠谱了 在我看来 与其说瑶是队友的另一件装备 不如说队友才是瑶的终极神装 单兵作战的瑶就像一只迷路的小兵 并不能够成什么威胁 可是一旦与队友并肩作战 分分钟就能秀得你眼花缭乱 那么队友究竟给瑶提供了怎样的属性呢 那我们来一探究竟 首先经过数个版本的更替 瑶的大招独立西山之上 从最初可以刷新所有技能CD 后来降至刷新50%的CD 到现在仅返还30% 在原有的冷却缩减基础上 通过大招附身依然可以获得额外的减CD效果 听起来冷却缩减快赶上日之塔的属性了 虽然没有像日之塔那么过分 但一二技能在CD堆满后 只要在战斗中瞬间丢出 控制目标打出伤害 但二技能持续释放4秒左右 再利用大招附身 就可以立即刷新一二技能的CD再次使用了 实现4.2秒丢出两轮技能 但这里要注意的是 二技能如果在施法过程中使用大招 则会立刻终止二技能的释放 后续伤害也无法打出 所以无论是否处于复身状态 若想将摇的二技能伤害打满 就要避免与大招的冲突 总而言之 在一场团战中 你复身的队友次数越多 从减CD中获取的收益也就越多 也正是因此尽快堆满冷却缩减 将是摇提升实力的基础 那么有了这样一个概念之后 我们就不难理解大招下马的重要性了 摇的大招在复身期间 无法读取大招CD的 只有脱离复身目标才会开始计算CD 若是你主动从目标身上脱离 则会反玩大招50%的冷却时间 联系到大仙都刚教你的收益原则 就不难理解摇的玩法了 自始至终 我们都在强调 玩摇的时候 千万不要骑在队友脖子上下不来 调皮小打蛋是没有糖吃的 复身的主要作用 并不是为队友提供那点微薄的护盾 而是利用复身反还的技能CD特性 来尽快刷新技能 所以 只要不是致命伤害 摇都可以只帮队友抵挡 其中一部分就足够了 只要敢在盾破碎之前下马 摇的作战能力 就会因短CD的特性保持下去 最后 摇的大招还可以规避许多指向性伤害 例如防御塔的攻击 还有一些英雄的技能 都可以通过复身的瞬间进行躲避的 不仅如此 一些特殊控制技能 例如老夫子的大招 也是可以通过复身来完美化解的 别看小瑶个子小 能力可一点都不差 讲了这么多关于瑶的细节 正在观看的你是否迫不及待 想去试一试了呢 猪猪衣装 大先不闹 什么不来 人都不见了 这个塔就让我这样拿了 这没人管我呀 他们怎么拿了个医学集体调现 是什么意思 出来了 应该是过来想抓我 猴子不在 这波过去抢 估计要死 估计要死 所以就不抢了 呀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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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来求一死 啊 啊 真的是从头碰到尾 有点东西 我觉得他们那边好像没什么节奏 就过来抓了一波 这个狙猪精打野 好像没有打 没有抓人 抓得很猛 我这边过去跟他打架 就完成亚伯伯啦 哦 哦 哦 嗨 食药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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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送了 不能送了 好好玩 好好玩 这一把他需要我来carry 我已经拿了 哇 嗨 嗨 我一技能 师妹 我吃口感 我都一包爱给我打打 他拉到我爱哦 这个场景让我想起了非常无聊 有请 一号男嘉宾 可以 feel it 可以 哈哈 做饭的白血 男嘉宾 昂 和亚瑟牵手成功 让他们走向 爱 Hur的很命 我不喜欢他 准不准 那就冲起来 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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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开走位二技能 他打我围一下兄弟 闪现二技能 一技能 哇 哇死不死的你 真的是 急死我了这些人 往这边走 是不是怎么打 首先呢我们一技能一手成绩 二技能踩一脚 做做做 直接大招接控制 往他脸上走 啊剁一下 是不是啊死了吧 你死了要死 好等他吼 一技能解 然后接大招 踩一脚一手成绩 直接开始输出 他们全部都要死的 好吧 对不对 我的剑法快不快 死光了他们这波 还打不打 打不打 常识换 你耽快 哎哎哎哎哎哎 给个击到我兄弟 啊一下谢谢 啊最后一下 什么神奇 是不是感觉很神奇 啊我这一技能按斩杀 这个人就死了呀 他歪了哎哟 死 我这大招好像预判 判不到人呢 瞬间没了这么是 好好脸上过去 一刀两刀一刀统计 拉走位别急 这边过来了 这一个塔是怎么 这塔怎么 你死了呀 我把我把这个 我这个换过来了 我是怎么死了呀 为什么带闪线 是不是哎呀 这可以一删了老弟 好这个花木兰过来了 我看一下 他想怎么操作 我先二技能回波学 一技能拉开 反手过去 大招直接跳走 有办法吗 你敢一删吗 整个都打不到我 可以 兄弟一删二技能回学 我拉开走位 还可以笑吗 给了个技能 我闪现第二波 还能不能笑 来 就这个血量 我什么大 回头一大 哎一下 秒一个 我要斩杀吗 一技能 哎呀 我的天 死了 这吹到我了 是吧 一技能 过去二技能踩一下 多多多多 打鱼了一下 我活下来了 你敢信 啊我 这都拍得到 哎 哎 啊我 啊 这 荣耀先生秀 骚话听得够 小妖怪 老夫默默拆塔 你却要过来多管闲事 那就莫怪我手下不留情了 一套技能踹墙墙 二段大招先留着 双准 那可 陆陆落地 直接反向尾仪 吃技能 不要紧呢 我们要护甲被动 等后翼靠近来 突然发弹 赶走射手 你一个刺客是拿 我没办法的 嘿呀 怕了吧 怕了怕了 我溜了 又喝 又来个装招 直接原地战录 回首一圈 杀掉后翼 然后优质大击 你看不见我 我土地了 你一个辅助装招 还想追射我 黄袍加深的老娜 你们到底要派多少人 来扎害你 可我这招 乾坤大罗衣 哎 气不气 哎 等等 之前那个残选的 那可露露跑那去了 达摩残序了 我来报仇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鼓起勇气 别卖队友 微信呼噪中 首先有game 你上夜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